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知情演示透露 白宫已签发特别许可证给一些美国企业 近期将允许这些企业与中国华为进行部分业务往来 由于美中高阶层官员时日企业在华府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 白宫放松对华为的出口管制被认为是要表达善意 华尔街日报10月10日报道这个消息说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6月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后表示 如果双方的合作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公司就可以与华为做生意 白宫因此允许美国商务部对符合这个要求的美国公司发放出口许可 虽然美国商务部尚未发放此类许可 但美国政府已经暂时允许美国公司与华为合作 路透转述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川普政府上周已同意开始批准一些美国企业所申请的供货华为申请 华尔街日报报道消息人士说 这些华为相关的许可证以及中国大陆在采购美国农产品等方面的让步 都渴望成为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指出 目前无法立即了解那些公司获得许可 以及国家安全问题的疑虑要如何解决等细节 不过美国批准的许可证能让企业更加看清形势 报道说商业团体希望双方谈判代表星期四能够达成一项临时协议 防止中国进口商品10月15日起被征收更高的关税 但川普总统本周表示不希望达成临时货部分协议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0月10日援引专家的话说 美中10日开始为期两天的会晤 预计不会达成任何主要的协议 也不太可能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理由是美方不会仅仅满足于中方采购美国的商品 中方也不太可能接受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唯一可以预期的进展是 美方推迟原定于10月15日开始对中国商品追加的关税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10日会谈开始之前表示 中方此次抱着极大的诚意而来 愿意与美方就贸易平衡市场准入 投资者保护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交流 推动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香港社会动荡持续多时 随着香港政府颁发进盟面法 香港风波直接冲击到香港的金融市场 彭博社报道 有迹象显示 家族办公室及对冲基金等投资大户 正部署将资产由香港转移至新加坡 分析预料 这种趋势将重挫占本地生产总值五分之一的金融服务业 可能使香港自金融危机后再次陷入经济衰退 据彭博社报道 香港中轮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克里夫德伍表示 该行收到了很多关于自由转移资金的问题 又称客户将资产转移至新加坡的抑郁已达到前所未见 该公司为高资产净职人士提供跨境交易和投资方面的建议 香港是一个小台风 但面对来自不确定性的大风暴 为规避风险 这些机构管理别人资产时会将资金转向低不确定性的地方 IQEQ Group执行主席色谐克兰·曾布鲁则表示 香港的法律制度可能比原定的2047年截止日期之前提早改变 这是另一个令富豪家族担忧的原因 克兰·曾布鲁说 如果你是一位投资者 甚至是一家在香港售有办公室的非本地投资者 你怎么可能将未来建立在一个可能会消失的法律系统之上 他补充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投资者都关心稳定的问题 高盛集团也估计 这种不稳定性可能已经产生了影响 料有30亿至40亿美元的港元存款流向了新加坡 除了家族投资者外 替其他大户投资的对冲基金也着手重整香港资产的占比 瑞士亚洲金融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为对冲基金和财富管理公司做托管服务 其首席运营官Steve Nebel表示 一些香港的托管客户表示 他们希望将其资产从香港的银行转移到新加坡的银行 尤其是私人客户 10月10日美中两国展开自7月份以来的首次高级别贸易磋商 据路透社当天下午发出的快讯说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是报道没有提及细节 在谈判前夕 美方继续施压 宣布制裁新疆公安机构和官员 而不寻常的是 中方净创纪录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美国10月10日公布数据显示 在美中第13轮高级贸易谈判之前 中国进口商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 其中包括一波大豆交易 以及每周创纪录最大规模的美国猪肉采购 美国农业部表示 美国私人出口商向中国出售了39.8万吨美国大豆 这是本周对中国的第二次每日大豆快速销售 美国农业部表示 美国私人出口商向中国出售了39.8万吨美国大豆 这是本周对中国的第二次每日大豆快速销售 美国农业部还确认 在截至10月3日的一周中 对中国的大豆净销售量为118万吨 猪肉销量创历史新高 其中包括今年装运的18,810吨 和2020年将装运的123,362吨 这一系列交易是在美中高级贸易谈判之前达成的 双方希望通过谈判缓解长达15个月的贸易战 贸易商称 中国已对美国猪肉进口征收高额关税 以报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尽管目前的关税为72% 但美国猪肉价格仍具有吸引力 自9月初以来 北京授予一些中国进口商豁免权 以允许其在不被征收高额报复关税情况下进口美国大豆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在截至8月31日的2018-19销售年度 中国进口了超过1300万吨的美国大豆 并且在当前季节增加了近500万吨购买量 美中贸易战已经持续一年多 大豆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农产品 中方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 被认为是达成贸易协议的关键前提 而就在双方进行准备会议的同时 美方宣布将包括新疆中共公安机关在内的 28家机构与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随后宣布对参与或主使迫害新家人的 中共官员及其家人进行制裁 并拒发签证 川普政府有关中国问题的外部咨询专家白邦瑞日前表示 面对中共的霸权野心 美国只能面对挑战 美中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 因此市场应该习惯美中长期的贸易冲突 他还透露 如果本周的谈判没有进展 美方将在更多领域升级对中共的施压 中国经济最近陷入低迷 官方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近年头8个月 北京 上海 天津 河北 广东等地的工业企业利润 下降亮起了红灯 其中上海同比下降接近两成 中国就业市场也出现停滞的迹象 很多企业工作环境不理想 人力资源流失情况严重 在科技行业尤其明显 据浙江统计信息网最新统计信息显示 一至八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仅2.8% 而全国平均水平则出现负数 同比下降1.7% 引人关注的是北京下降14.4% 天津下降5.8% 河北下降11.2% 江苏下降3.5% 山东下降13% 中国外贸出国大省广东下降0.4% 而被称为是中国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上海 则下降近两成 下降19.6% 10月10日相关数据已被删除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八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0% 分析人士指出 受工业生产销售增速放缓 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扩大 以及超强台风不利因素等多重影响 八月份工业利润同比小幅下降 但一至八月份工业企业效益不乏亮点 不过分析人士并未解释 从未受到台风袭击的北京 工业企业利润为何出现1成5的跌幅 而沿海地区浙江为何有2.8%的增速 有数据显示 中国第三季度的制造业收入 利润数量和销售价格 都将上个季度出现了双位数的下跌 美国彭博社9日的报道提到 作为推动中国就业增长主力的科技 金融和零售等行业的就业机会 自去年起大幅减少 其中互联网和电商行业 今年第二季度在招聘网上的招聘广告 同比下降了13% 报道说 早前爆出的围绕着阿里巴巴 SOGO等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风波 导致大批年轻从业者 对该行业的工作环境打出大大的问号 不少从业者因为无法忍受加班而辞职 该报道还分析认为 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 对这一行业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科技行业重度依赖美国技术 一旦美国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中国科技界的可持续发展将遭遇很大障碍 10月10日 世界银行预测 亚太地区今年经济成长要将减缓 归咎于美中贸易紧张的不确定性 且全球主要国家经济放缓 恐进一步伤害亚太国家出口 中国附近制造业国家则短期获有限利益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估 亚太地区经济成长率将由去年的6.3% 下滑至今年的5.8% 市盈的报告强调全球需求走软 以及不确定性升高导致出口及投资成长双双下滑 报告还指出 贸易紧张升温对区域成长构成长期威胁 在贸易紧张及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下 中国附近的制造中心国家短期内将获得有限利益 市盈首席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学家梅森指出 尽管企业持续寻找方法避开关税 但对于东亚和太平洋的开发中国家 短期内不容易取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角色 原因是基础设施不足且生产规模小 中多企业纷纷躲避这一关税影响 其做法就是将工厂从美国或者中国签出 部分国家因此受益 法国24小时经济报道原引金融分析的研究指 其中最大的赢家是越南 在52家从中国签出的公司当中 有一半及26家选择落户越南 11家迁往台湾 8家迁往泰国 数据显示 越南2019年对美国商品出口猛增34% 约80亿美元 这使越南2019年GDP增长预期可冲击8% 此外 台湾 马来西亚 孟加拉 以及印度也有不同程度的收益 近几个月来 印度成功吸引苹果公司的主要加工商 富士通落户 日本大型位于设备制造商东陶9日就以工厂周边的住宅用地规划 正在快速推进为由 宣布将关闭其位于北京东陶有限公司的工厂 世银还说 中国 欧盟和美国经济成长放缓速度较预期严重 可能造成亚太地区出口的需求进一步减弱 世银预估 中国经济成长率将由去年的6.6%下降至今年的6.1% 世银表示 长期而言美中贸易纷争持续将使得亚太地区国家更加有必要采取货币或财政措施来协助刺激经济 并进行监管改革以及改善贸易和吸引投资 适应预估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成长率明年再降至5.7% 2021年进一步放缓至5.6% ABC报道 联邦主管官员10日证实 川普总统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两名手下涉嫌窥探民主党参选人 前夫总统拜登家族而遭到逮捕 将以违反政治现金法罪名移送法办 联邦官员指 帕尔纳斯与佛罗曼 9日晚间企图搭机离开美国之际 在华盛顿都勒斯国际机场遭到逮捕 报道指出 这两名男子目前在佛罗里达州经商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近日将起诉两人 根据报道 二人在乌克兰与朱利安尼关系密切 朱利安尼在乌克兰有金额可观的投资 朱利安尼从去年开始便设法打听拜登儿子亨特拜登 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 美联社报道 这两个人联手企图撤换乌克兰国营天然气公司执行长 克伯耶夫 让在另一家乌克兰企业担任高层主管的法弗罗夫取而代之 目的在于跟法弗罗夫一起图利 每年从美国进口100个货柜的叶泰瓦斯到乌克兰 报道指出 帕尔纳斯及佛罗曼都是川普选举阵营的重要金柱 从2016年以来陆续在募款活动当中捐助金额大小不等的政治捐款 其中金额最高的一笔捐款是2018年以两人新成立的天然气公司 全球能源生产商名义给挺川团体美国优先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为32万5千元 众越民主党团上周已发函给帕尔纳斯及佛罗曼 要求两人在一周之内交出相关资料 并对国会提供证词 两人已经聘请川普前任律师陶德担任辩护律师 陶德本周稍早发表声明表示 他们无法配合众越民主党议员索取资料文件的要求 有关电话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0日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在两人今年7月通电话和9月会面时 都为企图对他加以胁迫 泽伦斯基告诉记者 他与川普通话是为了安排两人日后的会面 他并要求白宫改编对乌克兰的说辞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对川普发动弹劾调查 重点是他是否利用国会通过的协助 作为对泽伦斯基施压的凭借 迫使泽伦斯基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拜登为川普寻求明年连任的主要对手之一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